大家好,我是阿宁 我们现在在打扫卫生 他们三个在打扫卫生 看,蛋哥依然拉着个脸 你知道吗? 依然拉着个脸 蛋哥在上一期火了 因为拉着个驴脸 真想甩它几巴掌 然后现在我去种花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花园 雪山特别美 我现在把镜头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雪山 知道咱们餐厅的名字叫什么吗? 雪山观景餐厅 就是看这座雪山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雪山 南加巴瓦 好了,现在开始种花花 开始了 先松土 这个是两种花子在一起的 两种 然后今天就给它补种 这样就把花子弄在地上 我们是今天那个水才通 然后在这个水管里面还有一点泥沙 没办法山里面都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给花花浇上水 好了,我终于把花浇完了 然后我想把这个斗斗车喷成白色的漆 然后里面种上各种花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我们这边来了几位客人 但是我们还没开始营业 对 你们就坐在那边吗 春节前来过 都变化了 都不得了 以前我是在她家住 她们现在都拆了 哇 他们家好像是租出去了 然后准备也做这个观景什么 肯定是 你们到索松村是什么感觉 挺好的 采访一下 挺好的 非常好 给大家 给内地的小伙伴想说点什么 来吧来吧 这个索松太漂亮了 中国没几个这样的地方 太美了 上了国家地理杂志的 还有一本杂志叫孤独星球 孤独星球 迷云 云舵最近的地方 中国最美雪山排名第一名 对 好了 我是阿宁 关注我西藏的故事 我慢慢讲给你听